英国检视防务周刊网站11月23日报道称 官方消息人士透露 印度将令其自主设计的导弹跟踪测量船 于2018年开始服役 以支持该国保密的战略武器和弹道导弹防御项目 这艘导弹跟踪测量船自2013年以来 一直在印度港口城市维莎卡帕特南 由国防部下属的印度斯坦造船公司 负责建造这个名为VC11184个秘密导弹 跟踪测量船项目由总理办公室 通过国家安全顾问直接控制 这艘导弹跟踪测量船由私营企业 印度维克桑德维克设计公司 设计耗资约151亿卢比 约合二3129亿美元 长175米排水量超过1万吨 正由印度斯坦造船公司进行建造 将于2018年初开始进行海事 出为印度VC11184导弹跟踪测量船 这艘导弹跟踪测量船将有两台进口的 9000千瓦发动机提供动力 速度能够达到21节 配备三台1200千瓦的辅助发电机 该船装有主X波段和辅助S波段有源向控制雷达 用以监控自主研发的战略导弹系统 除收集电子信息外 该船还将为印度自主设计的多层次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第二阶段提供支持 这艘导弹跟踪测量船将搭载300名船员 它有一个巨大的甲板 除搭载直升机外 还有空间安装多部 导弹跟踪天线 安全官员告诉记者 只有包括中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在内的其他四个国家拥有类似的平台 开始服役后 这艘导弹跟踪测量船将由国家技术研究组织 和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的人员负责操作 前者是印度2004年成立的专门的技术情报收集机构 后者负责印度各种导弹研发项目 然而印度海军否认了有关这艘导弹跟踪测量船的所有消息 其发言人称该项目不在海军的管辖范围内 然而高级安全官员向记者透露 一些印度海军人员将作为代表常驻在这艘导弹跟踪测量船上 还有另外一些人员将被临时调派到 船上停留时间不一 官方消息人士称该船的定位和活动预计将由国家安全顾问在与总理办公室磋商后直接控制 这些消息人士称这艘船是在2010年至2012年计划建造的 与印度斯坦造船公司的谈判于次年初完成 包括向该公司支付约72 5亿卢比的第一笔定金 印度斯坦造船公司于2010年被国防部接管 以使政府能够将其用于保密项目 例如正在维莎卡帕特南进行的核动力潜艇建造项目 这艘船员定于2015年交付但因为发动机雷达和船感器等装备进口延误而推迟 官方消息人士称该船将在2018年悄悄入役 投入使用后它将是印度最大的海军平台之一 这些平台包括贾拉什瓦号战舰 两栖船物登陆线和印度海军的两艘迪帕克级公邮船 编尼里沙